一個備受各方支持的一個香港歌手 在台灣來希望徵求援助 為弱者發聲的時候 受到這樣子的對待 我覺得國民黨除了切割以外 因為畢竟過去這些 我相信不管統促黨 或是說這些韓粉 他們會投誰 當然是投國民黨 所以怎麼樣去跟自己的支持者講清楚 我覺得這是國民黨要想的 尤其當你去中聯辦的時候 也沒有為香港人講過一句話 當你的委員幾個月前 還跑去北京朝貢的時候 也沒有幫香港人講過一句話 那對支持者現在又這樣子想要切割 然後對於這個支持香港的人 又指指點點 然後他現在又不是說是無事一身輕 我說韓國瑜又不是無事一身輕 他又是高雄市長 又是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 可以做的事情絕對比發聲明好 那當別人做比發聲明還要多的時候 又要被你們說你是不是見烈欣喜 又要被人家講說你現在是不是在消費香港 又要被人家講說你在做這個亡國桿 操作亡國桿 很簡單你就做更多 因為出一支嘴是你 你用行動都在證明知識中控 我就說你的行動是進去中聯辦裡面 去觀賞一國兩制的成績 你的行動是你們的黨籍立委到北京去朝共 你的行動是你的支持者跑出來笑韓韻師 罵韻韻師給韻韻師噴漆 但是你自己切割這些支持者 然後你自己發一個不痛不癢的聲明 別人做的比出一張嘴還多的時候 你又說你們這些人在消費香港 這樣你要做什麼 你就跟我說你想要怎麼做 我沒理解 你說你說這個什麼 我們現在在做跟這些韓粉的意見做切割 那請問你要我們去負荷嗎 不是 我們都沿著譴責了 你要我們去負荷嗎 你應該要出來對中國喊話 對 我們就說沿著譴責包裂 我們反對一國兩制 你要對中國喊話 你要對中國喊話 你要對港府喊話 你現在不是對中國喊話 當然你要講說 而且我講一個韓國瑜比較常講的方式 台灣人現在不可能接受一國兩制 這個對我們來講是真的 你反對一國兩制嗎 看起來不一樣 他當然是反過一國兩制 洪怡說你反對一國兩制 我就反對一國兩制 他在議會上也講過 還摸著心臟講 對不對 你不能適而不見 那為什麼從來沒有譴責過中共的政府 為什麼只敢怕聲音 不敢走到遊戲裡面 跟我們站在一起 我們國瑜港這次發出的聲明 我們也呼籲了大陸政府 呼籲什麼 呼籲什麼 我們有呼籲要正視香港的這個問題 然後他的重點還說不行 然後我希望有人看到 健烈驚醒是什麼意思 今天香港人民的聲音 解決人民的問題 包容不同的意見 等等 他說不是啦 我覺得這個就是 你為什麼一定要逼著別人 一定要跟你們用同樣的方式去聲援 我們不可以用自己支持的方式嗎 我們不一樣 你們幾個月前有委員 做北京的時候 以後我們支持中華民國 辦個國旗派 邀請你們一起來 那不然我們再譴責你們 可以這樣嗎 對不對 對 拜託 當時大家問他反送這種事情 他怎麼看 他說什麼 不曉得 不明白 然後他發了什麼 你一定要去找那個閘 那沒有問題 他就是在那個第一時間 沒有辦法知道 那後來已經發了多次聲明 那你都適人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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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走進中聯辦 然後他沒有跟我們在那裡 過去謝長廷也跟中聯辦人接觸過 他有走過任何 民進黨大陸事務部的副主任 還跟武統學者接觸了 你們有去譴責嗎 坐下